咱们来看一下鼠标双击一键改安排 那这里呢是咱们的一套施工图 我们就拿这套图指为例 像我们画施工图和发案图的时候 经常呢是需要对咱们里面的内容进行一个更改 像在这里我直接双击咱们的尺寸标注 它弹出来的是特性面板 而不是尺寸编辑对话框 同时呢我们双击咱们的文字的时候 它还是咱们的这个特性面板 甚至来说呢我们双击这个图案填充 它依旧是咱们的特性面板 所以在改图的过程当中 它没有弹出咱们的一个编辑对话框 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像我们90%的同学遇到这个问题 在这边呢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 那接下来呢 下面要是要跟大家重点的把这三个问题 汇总在一块跟大家去进行分析 咱们的双击的动作是可以直接编辑的 我们可以点击咱们的工具 里边有一个自定义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呢我们直接进入到这个界面当中来 大家会发现咱们的话呢 双击的这个动作 我们可以直接呢点击前面的加号进行一个展开 这里边的话呢像我们的三维面 咱们的圆弧咱们的属性属性块啊 乃至咱们的块在双击的过程当中 这些动作都是可以直接定义的 那首先我们看到标注这里边有没有标注呢 对吧 我们找了半天这里边是没有标注的这个选项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咱们的双击动作右键 这里边有个双击动作新键 那这个名字呢 咱们就直接取名为标注 注意 那咱们的这个对象的名称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右边对象的名称 咱们直接输入尺寸标注 看没有 好 那在这里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 咱们的这个标注是有了这个标签 但是它有动作吗 它没有动作 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命令列表当中 搜索咱们的文字编辑 一起来看到文字搜索关键词 那在这里呢 咱们就可以看到 文字编辑了 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选择上这个标签 按住鼠标直接往上面进行拖转 在这里边来一起看到 选择上它 按住鼠标的这个左键 松开它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添加到咱们的这个标注的底下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点击应用 并且确定 那现在我们双击咱们的尺寸 是不是弹出来的是咱们的文字编辑的对话框呢 那么同理像我们在这里边双击文字的时候 它没有弹出文字编辑的对话框 那在这边跟小米老师再来一遍 我们点击咱们的工具自定义 界面当中 同样的找到咱们的这个双击动作 首先来看看这里边有没有文字的标签 如果没有咱们的话呢 直接在这边新建一个 秘密为咱们的文字 那文字在这里边呢 要注意 它的这个对象的名称 是咱们的TEXT 就是咱们的文字 好 那这里我们创建好了之后呢 我们双击文字要弹出什么呢 文字编辑对话框 所以说我们同样的搜索关键词 找到咱们的这个文字编辑 看没有 好 找到之后 那在这里呢 我们依旧可以按住鼠标的左键进行拖转 这个时候呢 点击应用进行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双击文字 在这里边是不是 它是属于单行文本 我们就可以直接编辑了 它如果是说是断了文本呢 在这里边 它就会弹出咱们的这个对话框了 好 那在这里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图案填充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其实是同理 来一起看到 我们点击咱们的工具里边有一个界面 好 同样的在这里边找到咱们的这个双击动作展开 来检查这里边有没有这个填充 有的话我们就不用去新建了 就只需要呢添加这个动作就可以 好 没有 我们直接新建一个命名为填充 填充的话呢 那在这里边要注意填充的指令是什么呀 填充的指令是H 所以呢 在这里边我们要输入咱们的对象的名称 这里是传称啊 而不是缩写 那填充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双击它是希望它能够弹出咱们的图案填充编辑器 所以说我们可以直接搜索 图案填充编辑器 看没有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上它 按住鼠标的左键 松开 那这里呢 就已经添加好了动作 我们点击应用 并且确定 这个时候双击图案填充 在这边呢 是不是弹出来了图案填充编辑器呢 那关于小庙老师刚刚所讲的内容 咱们同学都理解了没有啊 理解同学关注加转发 关注小美老师直播间 咱们接着分享